《朝鮮》領導人金正恩今年6月份 曾公開表示朝鮮糧食狀況越來越緊張 一個月後 朝鮮直向中國出口了價值近4萬美元的啤酒 近日朝鮮中央電視台 還播出了提醒人們警惕被判的動畫片 這一切都讓外界大跌硬頸 中共海關總署GAC貿易數據顯示 朝鮮在7月份向中國出口了價值39,604美元的啤酒 共163,852升 這是朝鮮今年首次向中國出口酒類 目前在中國的淘寶網站搜索《北韓啤酒》 可以看到出現朝鮮的帶同江啤酒1、2號 分500毫升及303毫升屏葬 生產日期為今年5至6月 蓋啤酒1號成份顯示主要原料是100%麥芽 2號成份則除了麥芽之外 還包含了30%大米 如果按屏葬500毫升計算 7月份朝鮮出口了30多萬瓶蓋啤酒 此外朝鮮官媒近日播出了提醒人們警惕肥叛的動畫片 這是在媒體拍到金正恩減肥後的樣子約兩個多月後 引起了愛媒的關注 8月16號北韓中央電視台播出動畫片 認真遵守交通秩序之橋上23集中 出現了修女孩風刺伴侶孩的情節 一個伴侶孩和一個修女孩走在馬路上 伴侶孩提議坐巴士回家 修女孩說我要走一陣 你走過一座橋就到家了 還坐什麼公交?所以才會變得那麼肥 另一個場面是在家中 伴侶孩來到修女孩家作客 修女孩當時正揮舞著體操棒練習體操 伴侶孩卻始終坐在堆滿玩具的梳化上吃零食觀看 很快就吃飽眼睡睡著了 而缺糧向來是朝鮮的一大環疾 聯合國梁農組織今年6月一份報告顯示 預計朝鮮今年將缺糧86萬噸 自中共病毒COVID-19大流行 朝鮮封鎖國境一年多 今年夏天又經歷了高溫、乾旱和洪水 加劇了糧食危機